缺心眼的人 往往有四个特征 我一直觉得 为人处事 一定要留点心眼 这不是为了算计别人 而是为了保护自己 不被人算计 不被人坑害 让自己少吃亏 正所谓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们不去害别人 但一定要懂得如何保护好自己 毕竟社会复杂 人心难测 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认真去观察 你会发现 那些经常吃亏 经常上当受骗 经常被伤害的人 往往都是缺心眼的人 他们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我总结了一下 缺心眼的人 往往有这四个特征 如果你也有 建议改正过来 以防自己吃亏 上当 受骗 第一特征 说话直来直去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生活中 有众人 说话喜欢直来直去 从不顾及别人感受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看上去很直爽 其实是缺心眼的表现 做人要明白 话说的太直 最容易得罪人 给自己树立敌人 以后的人缘 只会越来越差 关于说话 我们一定要好好说 最好三思而言 有些话 可以直说 有些话 要学会委婉地说 而且还要看对方是什么人 以及在什么场合 真的 说话是门技术 更是门艺术 话说得直 往往容易或从口出 不如保持沉默的好 第二特征 总是掏心掏肺 心里藏不住事 逢人只说三分话 不可全抛一片心 做人 最继合陌生人 或者不是很熟的人 说住心里话 然后和家人 说住外人话 其实 不管对谁 我们说话的时候 都要有所保留 不能总是掏心掏肺 心里要藏得住事 毕竟 我们都有自己的秘密 如果你把你所有的秘密 都告诉别人了 假如有一天 别人用这个来威胁你 算尽你 那你该怎么办 所以 做人 一定要懂得 守住自己的秘密 不要对别人说 特别是陌生人 因为 你不清楚 别人是否也会像 你一样待人 第三特征 容易相信别人 从不设防 缺心眼的人 有一个最大的毛病 就是特别 容易相信别人 从不设防 最后让人 伤得体无完肤 还在怨别人 可是 这又怨得了谁呢 我一直都认为 做人 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因为人心会变 人性难改 当你遇到一些变故的时候 恐怕连你最信任的人 都会躲住你 人心隔肚皮 我们自己都不敢保证自己 能够做到初心不改 更何况是别人呢 真的 一个人 如果太容易相信别人 还不设防 那别人想伤害你 就轻而易举了 当然 你可以选择相信别人 但一定要懂得设防 毕竟 我们谁也不想被人伤害 特别是自己 最相信的人 第四特征 很单纯 把所有人都当成好人 这个世上 有好人 有坏人 好人坏不了 但有些坏人 装得比好人还好 如果你不留点心眼 你还真把他当成了好人 缺心眼的人 往往很单纯 把所有人都当成好人 如果他遇到好人 算他幸运 如果他遇到坏人 那他就要倒霉了 做人 真的不能太单纯 要懂得留点心眼 要学会明辨是非 分辨好坏 识别善恶 辨别美丑 虽然 我们都崇尚真善美 但是 我们不能不防住 假丑恶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真的假不了 做人 留点心眼 总有好处 缺心眼的人 往往很单纯 说话喜欢直来直去 还总是掏心掏肺 特别容易相信别人 其实这样 真的不好 最容易吃亏 惹祸 上当 受骗 真谛 做人 不能缺心眼 一定要懂得留点心眼 留点心眼 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更好地为人处事 没有人的人生愿意被霉运缠身 更不会有人希望遭遇到不幸的事情 但是 人生注定是在磨难中得到成长 可能这些都是上天给予我们的考验 磨炼我们的精神意志 帮助我们领悉 帮助我们领悟人生 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烧香拜佛 祈求诸事顺畅 希望万事如意 然而 这些心理暗示的方式真的有用吗 想破解霉运 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我们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即可轻松破解 第一点 积聚勇士福报 平日生活中 我们对人对视所有的善行善举 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积聚福报 福 是需要我们一点一滴去慢慢积累的 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伸手援助 这就是修福 积聚福报是一件 说简单也不简单 说困难也不困难的事 主要的事 需要持之以恒 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才能办到 等我们积聚到足够多的福报的时候 在遇到倒霉事的时候 福报就能够帮助我们抵挡住这些霉运 必要我们稳步前行 第二点 积累人生智慧 成功的人生是需要智慧的 在生活中 我们可以从点点滴滴中 学习到不同的智慧和道理 当我们有所领悟的时候 才能参透我们的今生的真谛 当你参透了你的人生 霉运在你眼中看来 只不过是一种不一样的考验 是另一种不一样的提升而已 那模拟就不再会去埋怨 你会学住去接受 并且努力去克服这些挫折 只要你不被倒霉的事情击垮你的内心 所动的霉运都会过去 好运就会慢慢地回到你的身边 第三点 休息内心慈悲 当你遇到不顺心的时候 不要抱怨他人 也不要抱怨自己 这样只会让你继续造业 平复你的内心的浮躁 休息一颗慈悲的心 慈悲未怀 用心中的慈悲 去化解身边遇到的不顺 因果轮回 永生不灭 当你学会放下的时候 因果才会放过你 人生才能得到解脱 在福报中破解霉运 在霉运中学会积聚福报 我们的人生才不会再畏惧任何的困难 霉运也就能轻松化解掉了 人生才能得到解脱 在福报中破解霉运 在霉运中学会积聚福报 我们的人生才不会再畏惧任何的困难 霉运也就能轻松化解掉了 释迦牟尼最经典的三句话 这世间上 无论发生什么事 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 一 无论你遇见谁 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 佛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 才换回今生的擦肩而过 所以 在今生 无论你遇见谁 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 上学的时候 你会遇见一帮同学 你们互相陪伴 见证了彼此生命中最美好 最无忧无虑的年华 毕业之后 会遇见一帮同事 即使你屡屡 更换工作岗位 仍然有同事在等你 来来回回 有很多人经过你的生命 也丰富了你的一生 你能从他们身上学到成长 别人对于自己 来说是一个对照 但是没有人会 一直陪你走下去 生命的每个过程 都有新的人出现在你的身边 代替别人 你对于别人也一样 所以 珍惜他们 二 无论发生什么事 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 在你的人生中 命运的三生石上 镌刻住你的理想 所有的事情 都是有定数的 该发生的 一定避免不了 而且就是唯一 生命中 我们经历的每一种情境 都是绝对完美的 即便它与我们的理解 与自尊不符 三 不管事情 开始于哪个时刻 都是对的时刻 生命是个奇妙的名词 同时它又是鲜活的 它的奇妙之处在于 无论何时都会 有新鲜的事情发生 而事情发生的时刻 是绝对的 同时也是这件事情 对的时刻 不早也不晚 所以 生命中任何时刻 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去迎接新鲜的事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